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鬼传系列的其中一个故事 故事名为这里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修女玛丽亚乘车来到爱兹加孤儿院当义工 这所孤儿院并不是一般的孤儿院 收养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生病或聋哑的孩子 由于孩子们都生病 爱兹加孤儿院比起一般的孤儿院更为拮据 毕竟除了应付日常开销 还需要应付孩子们的医药费 年轻的神父是孤儿院的负责人 此时的他正在床前替生病的孩子致命向上帝祈祷 致命病得很重 医生却查不出致命病中的原因 大家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揪心 永生是孤儿院里的叛逆小孩 经常都不吃饭 饭主是吃了两口就往外跑 半袍的永生撞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男子并没有把永生扶起来 只是冷漠的看着 神父出来迎接男子 神情有些娓娓诺诺 原来男子是母财团的老板 此行前来是要终止对爱之家的金钱赞助 尽管神父苦苦哀求仍然无法挽回局面 坏事一桩接一桩的发生 今早病重的自民死了 孤儿院陷入了仇云产物之中 永生又再都不吃东西 或许是饭菜太清淡了吧 玛丽亚竟一丁披萨给孩子们吃 毕竟她从来没有见过不爱吃披萨的小孩 神父挽救了玛丽亚的建议 毕竟赞助商门随时都可能来访 媒体对爱之家的关注度也很高 如若他们看到孩子们吃这种东西 会不高兴的 因为说白了 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孤儿院孤儿的身份 毕竟很多人都只喜欢对比自己更可怜的人伸出元首 所以围经之计只有让孤儿们适应这里的食物 玛丽亚听了神父的话 想起了永生不吃东西 或许就是抓住了可怜才能获得爱心的点 想要得到关注 才刚走到永生身边 突然听到了孤儿院又一个孩子去世的消息 神父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老修女告诉玛丽亚 并不是所有孤儿院都那么压抑的 神父因为使命感才受虑了一堆生病的孩子 年幼时期的神父是在酒鬼父亲的孽代下长大的 他之所以特别关心永生 是因为永生长得很像自己死去的弟弟 玛丽亚听永生离了法 却没想到就让永生看起来更像神父的弟弟了 刚未完犯的神父看到永生 一晃神就把剩下的粥打翻了 粥傻了一地 玛丽亚让神父先行离开 自己会把地上的碎碗以及中心里干净 神父走后 玛丽亚看着手上不小心沾上的粥 轻轻地舔了一口 粥的味道居然咸得不像话 她跑到厨房试了其他孩子喝的粥 却没发现味道有任何异常 一直在旁边窥视的永生跑上前问玛丽亚 修女你刚才也吃了那个饭吗 那现在 修女你也得倒下吗 玛丽亚意识到有人在生病孩子的粥下了过量的盐 由于病人吃过的东西 其他人根本不会接下来吃 所以这个秘密一直都没有被发现 联想起之前的种种 玛丽亚恶心的吐了 那个热心善良 对孩子充满怜悯之心的神父 每次亲自到孩子病床前喂饭的神父 居然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又到了神父的喂饭时间 玛丽亚挡在众人面前 表示自己要确认食物有没有问题 神父果然心虚 故意在拿车中把粥给打翻了 玛丽亚再次尝了粥 果然是咸的 她恳求大家相信她的话 但身边的人只觉得 或许她是看到太多死去的小孩精神错乱了 甚至有人说 粥之所以是咸的 应该也是因为玛丽亚的手是咸的 玛丽亚愤然收拾行李准备去告发神父 临走前却做了一个非常愚笨的决定 都说反派死于话多 其实好人又何尝不是 她临走前告诉神父 她会去叫去告发他 不让他继续害人 也就在下楼梯的时候 被神父狠狠地推了一把 摔成了植物人 她最终还是没能离开这里 神父温柔地坐在玛丽亚身旁 宛如一个以德抱怨的圣人 深夜 神父来到玛丽亚身边 永生也来了 她问神父 说 是你让修尼阿姨生病的吗 像其他的哥哥妹妹一样 神父露出了不学的笑脸 说永生实在很像这些死去的弟弟 也很像他 画面跳转回神父小时候的地义 在妈妈的上理上 长期受到家暴的神父 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亲戚的温情 这份温情并没有持续很久 然而不久后父亲意外死了 他再一次感受到那短暂的温情 后来他来到孤儿院 开始用装病来获取同情 同样的 一开始非常重效 但随着弟弟的生病 他再次失去了被同情 被关注的感觉 一天他问老师 人最大的伤痛是什么 老师随口一句 谁知道 应该是家人离开人世吧 让神父意识到 自己还有一次机会可以得到关爱 弟弟被他弄死了 没有家人再可以失去了 于是他来到了教会 认识了新的家人们 他认为永生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而永生也确实有察觉到 生病的孩子的确获得更多的爱 心里也非常羡慕 神父兴奋的说了一堆歪理 原来就当我以为永生就要狗带的时候 画面转到了永生上了初衷的模样 他拿着鲜花祭拜去世已久的玛利亚 由于玛利亚临死前的话 引起了自愿者们的疑心 神父很快就被揭发了 他选择去一个很多人的地方 跳楼自杀 临死前 最后一次获得了人人们的同情 不久后孤儿院也倒闭了 一次永生被遣送到其他孤儿院 他感觉自己这一次也能在新的家人们身上得到关爱 故事结束前 永生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画面中提及的孟乔森综合症 其实指的是一种通过描述 幻想疾病症状 假装有病 甚至主动伤害自己或他人已取得同情新的心理疾病 有趣在于 虽然患者喜欢谎称自己有病 乐意接受照顾以及治疗 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患着孟乔森综合症 并拒绝疏导以及沟通 阿爸说回正题 神父并没有看错永生 永生确实和他是一类人 结尾永生的那句话也暗示了将来他会走和神父一样的路 把新的家人们送去见死去的玛利亚 另外 故事中有一点其实还挺有趣的 较为年长的神父能看出永生想要或许同心心或许不奇怪 可是为什么年幼的永生能看穿神父对其他孩子们的别有居心呢 只因他们则是同一类的人 没有人比同类更了解同类 或许真的有一类人能够看穿别人的心思 但也有这种能力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更多的仅仅是自以为能够看穿而已 好啦 又到了影片的尾声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哦 点击订阅旁的铃铛以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更新 我是魔女佳尔 我们下期见